桃花园大展桃一家主题介绍 今天来看的是戴秀英的花器系列 还有东华大学预创系师生的作品 用桃制作成木头和岩石形状的花器 是戴秀英第一次展出的系列 而东华大学师生则是以自然、在地与生活为主题 展出一系列精彩作品 桃一家戴秀英喜欢养蓝 对花器的选择更有执着 因此促成了她用桃来捏缩成木头和岩石形状 也成为这次参加桃花园大展的主题创作 最初这两三年开始创作这个枯木系列 或是岩石系列 因为我自己个人很爱养一些兰花 然后兰花把它整盆放进去 就是都要用 我不喜欢用那种太规则的花器 或是传统的花器 然后我就都用木头 如果有洞刚好挖一个洞进去 或者是岩石类、石头类 后来我发现说 它会有一点潮湿 或是有点长虫 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思考说 我是不是可以用陶来做 就这样慢慢做成了 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 外缘内方系列的杯组 因为中国人嘛 讲究的就是说 凡是人际关系啊 什么做事啊 都要外缘内方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外缘内方可以 可以把它放在我的陶作品上面 那所以我就思考了很久 就是想要怎么去变化它 也做了很多次这样子 东华大学易创系 由指导教授郭文昌率领的大学部 和研究所同学 以自然在地生活为主题 展出了一系列精彩作品 除了老师个人的这种 生活陶器展以外 那我们把我们大学部 跟研究所的 这一个部分的 学生的作品呢 也并纳入这一次的展览 那大学部的作品 最主要是 它以这个大三 我们花莲大三的这样一个主题 而且也把我们学校 很有趣的棋息地 就是我们学校有环景制的棋息地 那我们就把这些 自然之物的造型跟色调呢 纳入他们的一个 器皿的一个设计 设计的一个作品上面 那研究所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采用的是 花莲在地 光复香马佛 马佛地区的土 也就是希望我们把 在地花莲的这些土呢 可以烧吃的土呢 而转换成我们在地的 一个陶艺的作品 那所以说这次的 我们的这一个 陶艺的一个参展的作品呢 就是以这个自然 在地 还有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三个元素呢 而融合成我们这次的一个 展览的一个主题 有实物界艺术家精彩创作 也有学术界师生的创意发向 桃花园大展看到了 常年在陶艺界 钻研的大师们 他们的高水准作品 也看到年轻一代 陶艺青年的活泼与视野 这样一场精彩的陶艺大展 为2022年花蕾的义文能量 开启了最璀璨的行章 月旅会欢迎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